这个号码是393485 赛恩买好了都在号上了 说这个号码是我这个号码 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号码赛恩 兄弟是吗 游戏开始 每天一把南刀锋 太火四蝉蝉 火难的话我一级能学Q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挖一波 完美 很痛 偷钱了吗 这一波偷钱了吗 这一波为什么就偷9块钱 这个火难的伤害还是很高的 打不灵 好 别急 马上两级抢一波二级 他两级的话 他一级是没有晕的 好 两级压制一下 可以 走位还不错 走位还可以 我Q技能可以躲他 他打不力 他两级肯定学Q的 两级学E 细的 很细 这个版本单杀几率变低了 因为对面 变肉了 长剑来一个 卧槽 这个都没杀死 没看懂 按道理伤害应该是够的 我伤害拉满了 看能力我伤害已经拉满了 可以兄弟们 先给对面送一个头 普通人兄弟们 送了一个头 基本上就坐牢 但是我们不一样 你看我 哪里 给他一个头 他照样打不够 所以说可以对比一下 问题点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可以送完一个头 还可以玩 看好了 没了 赶紧支援一下队友 这个时候 当你的线上被 打崩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打支援 翻墙 我来了 我来了 一定要打支援 一定要打 杀提摩 算了 算了 骗了两个闪 这也行啊 被彗星还能砸死 我帮这个队友打出了两个闪现 但是我也死了 我帮这个队友打出了两个闪现 但是我也死了 看到没机会就来了 看到没有 对吧 看到没有 这就是找机会能力 看到了吧 直接推 好 这一个终结 拿了 直接击配 接下来不会死了 接下来不会死了 逆风局 回家 两把长剑 然后换个扫描 看好了 不要眨眼 男刀锋本来就不是一个单杀的英雄 现在吗 所以说定位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定位是游走 打游击的 打游击 就是为了捡人头 说好听叫收割 说难听一点就是打捡人头 没错 捡漏 说的没没错 这位谁要说的确实对 但是确实这么玩的 单杀只会让你顶上添花 但是我们的主要 还是以 没错 捡人头 捡人头为主 单权我来了 我来了 装逼 装逼 还行 不亏啊 600块拿了 我的装备瞬间起来了 暗星者 那个叫什么 星矢出来了 我又出来了 火男 其实火男的 他的支援速度也很快了 他对比我蓝兜风来说 我前脚高畅 他后脚就来 对面支援还是可以的 好吗 但是我们找机会能力很强 因为我知道他没闪 这一波直接W 产 QA秒 好往前推 损失了一波冰 我七级了 看到没有 弹兵线 完全不把我刺客放在眼里 你看这一波他就血亏了 看到没有 亏了两波线 还被我杀了一波 还被我偷了个钱 还被我终结了一波 这就是先攻难刀 金鸡 再偷个钱 22块还可以 可逼 逼了 想干他 算了算了 没必要干他 这一波没有到 而且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闪 可以了 好 继续往前推 冰线不太好 只能推线 再推一波线 好溜了 这一波可以逼一下 8级了 我的装备是比较好的 我的装备 锯齿短逼 常见 能力180 180 钱不够 走 鞋出来了 鞋出来 刚才的话 360不买的话 下场我身上的130 应该可以出个CD鞋 其实应该出个CD鞋会好一点 miss了 因为可以增加移速 让我们的游走 更加的快 先推了 好 直接推线 好 吃一波塔皮 来 塔皮 我拿来了 我从不妥协 想干他 但是这一波 如果我想杀他 实际上很危险 有点危险 如果万一被他Q到塔下的话 我是要么被换的 而且指不进对面 可能还有闪现 应该是B肯定是有闪的 不能说可能 是肯定 有想法 走了 塔下可以越塔 哎呀 塔皮 哎呀 塔皮没了 他死了 好Q仅的妹了 他死了 看到没有 他的 他W或者E放了 他如果没放Q 还是有晕眩的 因为他大招 也可以放Q 开他放Q 也可以晕我 我毙了 不过他还是死了 没啥用 再见来不及过 对不对 Cd鞋 他的这个闪现没交 交了个点燃 闪现没交 卡了应该会去上 放侠虎先锋 过去看一下 能命 他也没机会抓一下 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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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不要炮 反蹲一下 有眼吗 这里有个真眼 可能会过来排 不来吗 不来吗 不来排这个真眼吗 按道理应该会排 放点蓝 稳一点吧 真眼钓鱼 还可以 直接回中 绕一下视野 我没看到 借听 又是一具阴灸里的尸体 差点上开 了一下视野 他应该在二场 回家了 不然他没了 卧槽 运气有点好 差一丝鞋 但他也没啥 留了 幽默可以做了 等个先攻 呃 那点血量你计算不了 这一波就典型的就运气有点好 因为就这一丝鞋的话你是猜不到的 是吧 你能猜到你这一波你秒不掉他肯定猜不到 运气有点好 等个先攻 先攻就类似于电型 对 现推了 而且我们带行驶的有个好处呢 如果这把我出暗行者之爪 其实 我的续航能力就很差了 对吧 他稍微破壳一下 我就得回家 哇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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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溜了 支援一下 翻墙我来了 翻墙我来了 幽默我来了 好溜了 小心火难 翻墙 看到没有 我们速度很快 你看这一波我来下路 亏的其实不多 发现没有 已经压火难两级了 算了 火难还是不好杀 不太好跃 这火难 车没狠狠 蓝buff没打 因为刚才我把狠狠杀了 身上是没有蓝的 很明显 狠 蓝buff没有打 这一波 肯定在拿蓝buff 可能火难会过来支援 听一下 来了 在路上 偷袭一波 应该在打三浪吧 先打了吗 顺带在阴影塔 来了 承接了 溜了 额 呃 唐浪没杀掉 但杀到了 T莫 钱的话是一样的 啊 经济是一样的经济 杀谁都一样 有了 T莫有点倒霉 叶了 这把业刃肯定要买一个的 这把绝币要买个业战 因为对面都是脆皮 脆皮越多 说明伤害越高 买个业之风的 增加点龙错率 绝对没毛病 翻墙 那基本上这个装备 只要不是特别浪 应该是死不掉的 只要不是很浪 好 那这一波就没必要游走了 先把塔推了 先推一波中路一塔 咱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推塔 什么时候 去游走 思路一定要清晰 思路一定要清晰 螳螂可能会过来守我 然后会被我秒 我一个WQA可以秒他 表面上我在推塔 实际上我在等对面过来守塔 但对面来的有点慢 那只能再推一波线了 来的有点慢 一套秒的 现在是一套秒差 新鲜的狼马 吃个F6 有的 没啥机会 没什么机会 他有中亚杀戮 也不好杀 刷波野怪 杠户一波打野 好不好 呃 侠虎先锋感觉可以拿一下 我来了 浪费技能呀 浪费技能浪费技能 中亚交了 闪还交了 走 翻墙走 这是什么牛马 我操 考上怎么在 溜了 三千块钱了 再推一波线吧 这波线可以弹一下 可以弹 好 再跑出要吃的 溜了 17分钟176刀 一秒钟一刀 先逼一下 业症 轻语 长剑 然后 13级 我来了 我们现在 发育 非常好 你看前期我送给他两个头 但是我们只要 拿到一波中解 机会就来了 因为我们的意识 是比对面高的 好吧 穿墙 直接 我muff 拿一下 拉进草莉 好吧 交闪不杀 江湖规矩 125块 迷路的小蘑菇 可惜 直接回家 可惜了 迷路的小蘑菇 卡莎交闪了 这卡莎还挺稳的 卡莎还是很稳 4缸2缸3 战绩不错 蓝没了 没蓝 有点费蓝 还是要省着点用 蓝 蓝还是得省着点用 他死了 QRA就死 省一波蓝 140点 QRA必死 不需要打出被动 没有机会了 走了 可避 回家回家回家 准备 对 听远 最后一件的话 苗表 老规矩复活甲来个 好吧 表来个 翻墙 翻墙 呃翻墙 呃翻墙 他们活不堪了 不要着急啊 好卡莎 没用 我这个这么好的装备 我这么好的装备 他再回 所以 随便杀的 好吧 除非打他打团的话不输出 那么他只要输出就会给我切他的机会 那怎么切他呢 打团怎么打呢 没错 卡是也 对吧 就一瞬间 我就 溜了 走了 队友可以杀他 让队友个头 好吧 就你你要卡墙 卡视野 好吧 卡视野我再连续翻墙 刷了一下就来到他们旁边 对面已经来不及跑了 没用 来不及了 把这个鞋卖了 这鞋不行 换双水晶鞋 因为对面的话 火南这个控还是很恶心的 水晶鞋买个 水晶鞋买个 扫描一下 好完美 他们在上路我们就没必要去上了 这一波就没必要去没架找架打因为 我们还是可以直接推中路高地 看到没有 这一波打赢打输都无所谓的 因为并不影响 推塔 你看我这个也很赚了 本来我们是要把对面团灭了才能拿高地 但是你看我 没有把对面团灭我们仗要可以拿高地 这就是单带 再推一波 算了走吧 走吧 这一波你看 他们一旦手中 没错 我们干嘛呢 直接推上 接下来我们把上路推了 对吧 又破了一个塔 完美 算了 算了 算不了 位置不太好 这一波位置就咱就不太好切人了 走吧 吃个鸟 吃个鸟 呃刷野 吃的 你看又是一波二塔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又是推塔 很舒服 又是一波二塔 又是一波红buff 然后又是一波高地 推了不用管 看一下下路也没有人过来手 好 提摩来手 溜了 反过气 冷靠 这么说 because 收尾 Kafka 家 箱 我们来一个复活甲 滴了 回家一波 好吧 复活甲来一个 愤怒和气 成装了 我们来一个蓝buff可以吧 吃一波蓝buff 然后吃一波小龙我就不拿了 小龙的话咱就不拿了让队友拿吧 我们这一波就下路给压力的 直接退塔 不给对面机会 对面很难受 推荐 你他妈的没死过 你他妈的没死过 只是刮杀只是恶心没有用 伤害没有没有伤害 吸口血 有星矢续航 吸口血 血又满了 看这 这就是续航能力 我来了 踢墨在推充 把踢墨拿进了 我 推的很舒服 像这一波他死了 这个塔前还有吗 应该没有塔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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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没有塔前了吗 可以完美 赛恩的皮肤大概是 赛恩的皮肤大概是